方面中可以看到轿车行驶在国道上 旁边黑色轿车好端端的往前开 没想到一旁白色大卡车疑似想变换车道 没看见他 当场就往轿车的左侧车身撞了上去 造成黑色轿车当场被撞到转了半圈 最后车尾卡在分隔岛之后才停了下来 而这一幕让旁边的驾驶看傻眼 来看一下当时情况 傻眼 这期事件发生在二号晚上十点多 国道一号靠近桃园内力交流道 当时大卡车疑似想变换车道不当 造成车祸发生 那当时大卡车也紧急停了下来 事后双方自行处理事故并没有报警 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幸好当时后方的轿车 都有保持好安全距离 才能酿成更严重的事故发生